公元1582年6月21日,日本爆发了史上影响最大,也最有名的政变,本能寺之变。 由于明治光秀的突然叛变,导致当时几乎要统一日本的霸主芝田信长殒灭,日本历史的走向也随之改写。 本能寺之变后,领兵在外的丰臣秀吉得到消息,选择密布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打败了明治光秀。 接下来,丰臣秀吉再接再厉,又击败了劲敌柴田圣家,获得了芝田信长生前的全部地盘。 此后几年,丰臣秀吉一发不可收拾,凭借一手武力打压,一手政治利诱的方式,于1585年平定四国,1587年降服九州,1590年拿下关东地区最终一统日本。 然而日本当时的天下一统,其实只是形式上的统一。 丰臣秀吉的地盘,一半是靠征讨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判谈下来的。 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做主,但谈下来的地方如德川、上山、毛利等几家大名,对秀吉却是听调不听宣。 除此之外,一批追随秀吉安前马后统一日本的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家藤清正等人,也都在军阀混战中慢慢崛起。 这些新兴势力对秀吉的忠诚毋庸置疑,但对秀吉的子孙能有多少忠诚度,那就不好说了。 为了确保江山稳固,秀吉只好不断地赏赐土地和人口,借此笼络人心。 可日本那点土地和人口,根本就不够分的。 比如,当时一个叫家藤光泰的大名,就曾向秀吉抱怨,说他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一大家子,希望增丰。 为此,秀吉头疼不已。 家藤光泰是功臣,秀吉对其需求不能视若无睹,否则人心散啊,队伍不好带。 但盘子就这么大,满足了家藤光泰的需求,秀吉就只能牺牲其他大名的利益。 而其他大名也不是吃素的,敢动我的利益,我跟你拼命。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家伙们又不能惹,为了避免因为利益纠纷而再次爆发内战。 于是封臣秀吉便将目光放在海外,计划侵吞朝鲜半岛。 按照秀吉当时的估算,朝鲜的总时高大约在1200万左右。 征服朝鲜后,一半利益归自己,一半分给大名们,大家都有好处,皆大欢喜。 日本意图吞并朝鲜,按理说,朝鲜方面不可能没有反应。 事实上,早在封臣秀吉计划吞并朝鲜时,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者黄允吉就送回了报告,秀吉有意入侵朝鲜。 希望国内早做防备。 但很可惜,由于朝廷腐败以及派系斗争等因素的影响。 当时的朝鲜朝廷对封臣秀吉的野心,未能给予足够重视。 比如朝鲜国王李延就认为,日本并不敢真正出兵。 朝鲜方面不做防备,这让日本国内一些原本不赞成出兵的大名也蠢蠢欲动。 转而支持秀吉的侵朝计划。1591年正月,封臣秀吉下达水军征召令,命令所有领地领海的大名按照石膏比例建造大船。 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射金、波摩、河泉的港口。 到了3月,秀吉又下达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距离远近和石膏比例派出部队前往九州集结。 四国和九州两处由于距离朝鲜最近,因此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膏要出兵600人。 本周距离较远,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膏出兵500人。 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如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每万石膏出200人,象征性的意思一下就行了。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经过封臣秀吉的两次征兆,日本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15万8千人。 在组建参战军的同时,封臣秀吉还组建了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藩外军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在这里的方式里的动作,是否在这种人上传统的预备队和并且有点缓。 这是参战军团。 这是参战军团的一带。 统一了日本 下一个目标是征服中国 但打中国要经过朝鲜 所以需要向你借条道 到时候大功告成 少不了给你好处 奇怪了 风尘秀吉不是打算吞并朝鲜吗 怎么又盯上明朝了 难道他还想舌吞象 根据万户大名山中长郡的记载 1592年的风尘秀吉极为猖狂 他不仅有吞并朝鲜入侵明朝的计划 甚至还妄图拿下东南亚和印度 山中长郡的这段记载 翻译过来就是五步走 一风尘秀吉计划先派兵占领朝鲜 二再派兵侵略明朝 三委任养子风尘秀次为中国的官白 进驻北京统治中国 四秀吉进驻宁波 亲自指挥日军南下 占领东南亚和印度 五代形势稳定后 于日本文禄三年及公元1594年 将天皇也移至北京统治中国 复制昔日猛元入主中原的一幕 风尘秀吉的野望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 区区窝国之主 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征服中国 征服亚洲 表面上看 秀吉的狂妄野心 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但只要仔细琢磨 就不难明白 风尘秀吉为何如此自大 你想想看 但凡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的地缘格局 有一定了解的人 也不可能想出自己跑去南方作战 让养子统治北方中原的方案 除非这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对外面的世界只是一知半解 或许风尘秀吉当时通过在明朝的日本人 和西方耶稣会 收集了一些明朝的情报 但这些情报显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比如在日本的文献资料中 就记载了万历十三年 耶稣会曾给风尘秀吉提供了一份 明军战斗力孱弱的报告 大致就是说 嘉靖年间 几十个日本浪人就能横扫南直立 打得数万明军狼狈不堪 这类情报也不能说没有依据 但是很显然情报并不准确 一方面 明军的精锐一直都在北方 南方明军并不能代表明朝的真实军力状况 再者 通过七级光等将领的训练后 即便是万历年间的南方沿海明军 战斗力也大为加强 所谓日本浪人横扫南直立 那都是老皇历了 风尘秀吉坐井观天 对外界的变化不甚了解 他能整出两年吞并明朝的可笑计划 想来也不奇怪 面对日本方面送来的国书 朝鲜国王李延在与群臣商议后得出一个结论 所谓的戒道实乃假图灭国 风尘秀吉真实目的是吞并朝鲜半岛 所以朝鲜给出的答复是两个字 不见 事实证明朝鲜君臣没有猜错 无论风尘秀吉是否真有入侵明朝之意 他的第一步都是吞并朝鲜 所以当朝鲜方面明确拒绝后 日军立即发动了侵略战争 1592年4月14日 日本的先头部队在釜山登陆开始攻击朝鲜 一场涉及中日朝三个国家的万利朝鲜战争 由此拉开帷幕 插一句 这场历时六年牵动东亚三国的战争 在中日朝三国的称呼各不相同 日本因为当时处于文禄至庆长年间 所以日本人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文禄庆长之意 朝鲜称第一次冲突为人臣窝乱 第二次冲突为丁有再乱 至于我国 由于当时正处在万利年间 所以我国将这场战争称为万利朝鲜战争 或万利元朝战争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 日军轻松拿下釜山 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 见釜山这种大城市 仅用一天就攻克 断定朝鲜军力孱弱 接下来的战斗不难打 便不经请示 指挥所部 沿朝鲜半岛中线向北火速推进 企图第一个进入汉城 名流轻使 得知小西行长 居然不等裁判发令枪响 就擅自强跑 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 于喜多秀嘉 第二军军长嘉腾清正 第六军军长小枣川龙井等人 瞬间不淡定了 拿下朝鲜都城汉城 这是多么大的功劳呀 绝不能让小西行长 那个混蛋独吞了 随即各路日军纷纷开拔 直扑汉城 这时候的日军 视朝鲜就如带宰的羔羊 都怕自己来晚了 分不到蛋糕 4月28日 日军第一军进抵中州 这里离汉城只有260里 在日军抵达之前 朝鲜国王李延已经委任 左翼正金命元为都元帅 坐镇汉城 截至全国兵马 又增设三道巡鞭使 由曾经大破女真人的 北道兵马节度使申拉担任 负责庆上 全罗和中清三道的防务 但朝鲜军的防线 在日军面前 如同纸壶一般 在4月28日的战斗中 朝鲜军全军覆没 随后的两天 日军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 4月30日 中州大败的消息传到汉城 朝鲜朝廷炸了锅 李延二话不说 留下都元帅金命元守汉江 又一正李扬元留守汉城 自己带着一千多皇室宗亲与大臣 从敦义门仓皇而出 直奔开城而去 在逃跑期间 李延派使者向明朝求援 可是此时的朝鲜朝廷依旧党争严重 东人党主张正式向大明求援 而西人党习惯性的为了反对而反对 主张常规汇报即可 不必以国书形式向明朝求援 面对两党的内斗 李延左右为难 最后只好折中处理 即派人向明朝汇报朝鲜战争情况 但没有上乘正式的求援国书 而此时的明朝正专注于平定宁夏叛乱 见朝鲜上下自信满满 也就没把日本侵朝当回事 5月初二 趁着朝鲜上层出逃 军队人心涣散之际 日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团攻陷汉城 随后日军短暂休整十几天 又发动了针对开城的攻势 见开城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 李延只得写百官再次仓皇出逃至平壤 在朝鲜陆军一窥千里的同时 朝鲜水军在名将李顺臣的指挥下 打出了不可思议的战绩 5月初期 李顺臣统率24艘板屋船 15艘斜船 46艘暴坐船 取得了玉浦海战的胜利 此意腾堂高虎率领的50艘日军战船 被击沉40余艘 而朝鲜水师的损失则非常轻微 5月底至6月初李顺臣又指挥朝鲜水师 接连取得四川海战和唐普海战的胜利 凭借一连串的胜利 李顺臣由全罗道左水使升任资县大夫 可是李顺臣和朝鲜水师的神勇发挥 只是保全了全罗道不受战火侵扰 未能逆转一边岛的整体局势 5月27日日军攻下开城 6月11日李顺见八道丢了七道 对日军心虚胆怯 便又一次写百官出逃 这一次李顺直接逃到了鸭绿江边的益州 至此朝鲜在日军的攻势下 已到了激进王国的地步 也就不得不向明朝求援了